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其实昨天台股的尾盘是有一个盘爆了 360的大量 并且还拉了尾盘 大家想说其实目前台股今天表现 跟昨天美股会不会还有影响 还有美股这样表现我们怎么观察吧 今天子龙老师 其实我看台股这个盘来说的话 每一次都是可以出现危机入市的大好机会 那川普这个胡萝卜跟棒子的效应来说 已经不晓得上演过了几次 那我去给他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就是说川普简直就是放羊的小孩 叫做狼来了的故事 就反反复复吗 自己每次讲的话隔天就说我有这样讲吗 然后就不断地打脸自己 对 所以他讲的话来说 其实未必马上就是有一个确定性的发展 因为隔天的时候他可能又再次的改口了 那这个大野狼 我们说这个狼来了 这个羊就是要赶快逃 那问题是说这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 近期看到外资 虽然在台北股市大幅度的卖操 但是也没有汇出 而且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国内的内资基金法人来说 还在持续不断的加码买进之中 所以还是一样在于现阶段选股还是王道 那我跟大家来报告 从去年底 然后沿路的出现了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有一档个股大涨了一倍以上 就是3105的稳貌 然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美中贸易战第二次升级的时候 结果是4968的利基 又大涨了一倍以上 然后8月初的时候 黑天鹅事件满天飞 结果3338的泰硕 结果也大涨了八成 所以这里就是在告诉大家说 就算是指数再怎么样的上上下下 或者是说呈现大幅度的重挫 其实大家心中有一把尺 就是说指数归指数 指数交给外资来决定 但是个别股上面来说 还是我们内资是比较具有 他的一个买盘的力道的 而且再加上最近的政府基金的护盘 真的是欲罢不能 而且最近也传出 这个新听到的一个消息 就是川普可能是我们蔡政府的一个助选员 所以这个两个来说的话 就是积极的看多股市 所以大家对于股市上面 真的是不需要太过悲观 接下来9月10月11月12月 那现在还有个别股上面的行情 请大家就是要好好把握 个别股上面的涨势了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稻穹工业指数 那稻穹工业指数来说的话 各位请看一下 这个地方回测之后 现在又是在做一个横盘整理 那既然横盘整理的话 这里就是不需要过度的悲观 9月份或者是今年年底的时候 在联准会可能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 那再度的降息 那降息的话可能又是引爆另外一次资金的行情 那我们再来看美国科技股 美国科技股来说也是一样 底部也是越电越高 那虽然在KD值来说 现在打回到50回测在这条中线的均线 那非常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稍微止跌一下 然后又会上去了 再来看费城半导体指数 那费半指数来说也是一样 这看起来其实指数看起来都是差不了多少 那我们再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来说 第一只脚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就是人工刻画的 现在的盘都是人工盘 没有什么叫这个什么 去表现它的经济成长 如果真的是股市 真的要回归到经济成长的话 可能指数应该这个地方也太高了 那可是问题是 它先暂时撑在这边 长期会回归到基本面 短线它现在是人工所刻画的盘 那这里10180的位置 就是我们官股券商在这边打出的第一只脚 那接下来你看到这个低点来说 这个地方就是逐步的震荡走高了 这边我们看到法人卖了一缸子 对不对 尤其法人已经是 外资是连续12日都是呈现卖超 但是你看这个外资大卖的情况之下 指数在这里还没有破底 这也表示说护盘的力道真的是很强 所以现阶段建议大家 就是选股不选市为主了 好 我们看到了老师现在要选股不选市 那么选股不选市之下 其实在这个全球的金融环境 看起来确实是不太好的 所以选对个股这时候就很重要了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精诚四大头条好了 我们先看到今天的四大头条 第一条提到所谓的三低蔓延 什么叫三低呢 也就是说在现在所谓的低通膨低 经济成长还有债卷植入三丁并存之下 本来只是日本才独有的经济并照 现在已经来向全球扩散迹象了 不过后面三个消息呢 看起来是对台股比较利多了 包含了外资看起来连续卖超 可是资金没有落跑 以及我们现在来选说悬股很重要了 所以有辞市党的金融定存概念股 稍后也会带你来分析 最后关注到是电子的讯息了 现在飞瓶阵营拉货 联发客说要提前来吃5G大单 那么针对第一点 全球经济现在恐怕日本化 再请老师带没了解 好的 这个日本化这个词来说 就是在过去日本的经济来说 真的就是一个低通膨 然后又是一个低的成长率 就是通货紧缩的一个状况 所以过去日本来说 这个生活其实在日本的居民 应该也并不是很如意 所以常常造就了很多的 日本的这种比较低落的一个现象 那这种低落的现象来说 现在漫游 就是蔓延到这个全球 那我们就来看 到底什么叫做3D 3D呢 各位全球经济恐被所谓的 日本化的现象压垮 那3D就是通膨很低 然后经济的成长也很低 债券的殖利率也是很低 3D并存 这个就是表示说 整个的社会来说 真的就是木气沉沉 那这个木气沉沉的这股 这个蔓延的力道来说 极有可能就是蔓延到全球 可是美国否认 美国他觉得说 他的经济活力还是非常强的 各位美国 他就是英雄主义 你不要去唱摔他 就算是他实质上所表现的 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他也会讲说 我真的是非常棒的 所以任何的利空的消息 对于他来说 是几乎是免疫的 那我们就来看 近30年来对抗通缩 跟贫血市成长的丸吉 这是日本在近期来所独有的 那通缩的话 就是表示大家不想去消费 贫血市的成长 什么叫做贫血市的成长 各位过去的成长 我们说非理性繁荣 这个跟过去的葛林斯潘 他曾经提到过的 非理性的繁荣 就是说反正不管什么资产 其实我都因为有钱都在涨 不管是风险性的 或者是避险性的 那这个所谓的贫血市的成长 就是说他只有单独某些产业 其实是具有成长力的 可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产业 比如说5G 他现在是前景很好 如果说是面板 现在可能就是面临到 这个需要人家去救他去输血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就像贫富差距很大 不均衡的这个状况 所以并不是百花齐放 所以现在的金融环境 以及我们要投资的方向来说 就是选择未来具有成长型的 那我们当然就是具有成长型的 那只不过是日本这个国家 现在就是有成长跟没成长 它的差异很大 所以你就是要选择具有未来性的 那现在这个日本经济出现这种状况来说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货币政策势必会走到了一个 就是效果不脏 它的一个尽头 那接下来你要让经济成长 就是持续的不断往上增长的话 接下来就要靠财政政策 那财政政策就是公共建设 政府去积极的投资 一般是我们说民间投资 或民间消费使得经济成长 那现在来说是要政府主动带头去投资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政府要去投资 可是政府有没有钱 如果说我的政府是一个在台高族 赤字很高的 我根本国库就空虚了 那我怎么去投资呢 怎么去带动投资呢 所以现在为什么各国政府 不愿意去撒钱投资 也许它的国库本身就空虚 你征税 但是你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又很重 那你社会福利的支出 就排挤了你的公共建设 那万一又说这个官商勾结的话 这个政府就是左右难为 所以他可能就干脆 我就先放在这里 我就用货币政策去刺激 我们的国内景气 可是货币政策总会到一个尽头 所以现阶段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以货币政策为主 但是这里要特别留意 有一个流动性的风险 那万一出现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的繁荣或是成长 可能就会真的趋缓了 那这是关于说 目前全球所面临到的实体经济 可是股票是不一样 股票现在有钱嘛 那有钱就是好办事 所以就去选一些具有未来 这种买盘切入的个股来切入了 好 博老师刚刚提到 所谓的这个货币政策 就是大家很担心 现在贸易战变成了货币战 因为毕竟人民币放手贬值了 甚至来探到7.2都可能 不过我们的新台币呢 昨天是没有贬 反而是升值的 可是呢 在外资部分 外资昨天持续卖 外资昨天卖了82亿 但整体来看 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 外资并没有全部落跑光光 资金还是在 就像老师说的 股市还是有钱 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呢 我所带来的这张图卡 就是外资卖股了 可是卖完之后呢 它的资金还是parking在 我们的国内 因为从会市里面就可以看到呢 新台币并没有大幅度的贬值 反而在昨天的时候呢 不贬反升 所以呢 这个外资呢 并没有大量的汇出 那现在呢 这个会资人士 他也讲了 他也觉得很伤脑筋 他说呢 这个会市的方向呢 根本无稽可循 那经济的预测模型呢 也都是全都失准了 各位人家这么专业的 这种会资人士 都说出了这样子的话 所以呢 现在呢 不管你用哪一种 经济模型来说失准 因为完全都是要看一个人 这个人叫川普 就是看他在推特上面的影响力 就是他是说了什么样的话 是说多的话还是空的话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想他的心态 抓他的心态比较准 抓他的心态 他的心意是什么 心意就是要做多股市 所以他要压迫联准会的报额 要降息 所以我们就后续就拭目以待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几档个股 最近有可能的 各位请看一下 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到 2454的联发科吗 各位请看联发科的K线图 是不是 就是创新高之后 那现在呢 呈现休息整理形态 那我们再来看呢 另外一档个股 5G里面的龙头股 2345的智邦 智邦呢 在第二季的业绩 表现非常的不错 虽然呢 他在130块钱的位置来说呢 这个地方平台整理 那过去呢 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明过 从130块钱 各位你看一下 已经涨到了160块钱了 这里也有30块钱的价差 那这种呢 就是产业上面 具有前景的 那KD值来说 也是往上的 那这是一个 5G里面的龙头指标 另外我们再来看 4958的真顶KY 这个真顶KY来说呢 这个平盖股之一 那这个请看一下 它也是呈现金金涨 回侧这条均线之后呢 又往上 我所讲的这几档个股 都是政府基金 互盘的标的 所以呢 现在呢 各位除了基本面之外 另外一个在筹码面上面呢 现在是值得观察的 因为现在的操作来说 因为为了要拼选举的关系 所以筹码上面来说 只要有特定人在进场的 那它的基本面 业绩还算不错的 其实就可以纳入口袋名单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6462的神盾 这是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曾经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提到 各位从这里来看 各位也是金金涨 过去大约是在250块钱之附近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 最高是267块钱 呈现呢 刚开始即将要起涨 那么我们看到法人来说呢 不论是外资或是投信呢 都是积极的站在买方 那这个是三星概念股 那当然它也是呢 中国手机的概念股 Vivo 那它的这个 屏下指纹辨识系统 那之前呢 是刷脸 后来觉得刷脸实在是不太方便 所以现在比较着重在这个指纹辨识这一块 因为这是方便了很多 所以神盾这一档个股来说呢 也是这个法人的口袋名单 那除了这个电子股之外呢 在传产股这一块来说 那我们看呢 之前9938的百合 那百合呢 近期来被调节了一下 就是从这个地方往下调节 那各位这个传产股 跟电子股的涨势是有一点分别的 电子股呢 赶涨也赶跌 可是传产股呢 它都是99盘完之后上去一根 突破新高 突破新高之后 各位请看 这边先下来再上去 然后再下来一大段 有时候下来的时候 大概会回测20%左右 可是20%之后呢 它又可能稳步的又再次的创波段高点 我们来看9910的风态 它就是这样子走势 好 那我们把这个K线缩小一点 好 就是看前面这一块 各位 这边就是整理完之后上去 然后再下来整理 各位不要小看这一个 你看起来好像修正幅度不大 但是这里大约将近有20% 然后再上去再下来 这个地方是除全息 所以它这个K线是走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毕竟来说 在第四季 对于东奥股 东京奥运概念股来说呢 确实有它的成长性 那现在呢稍微电子股比较强势 它就稍微拉回 那在这里也可以去四季的寻找 不错的进场点 那再来呢 台商回流 各位台商回流来说呢 现在呢资金大约是将近有5000亿以上了 那现在有一些个股呢 比如说2313的华通 现在呢 各位请看一下 它也是台商回流概念股之一 那因为呢它的价格 就是算是一个中低价位的个股 那我们从它的这个K线 这是日K线 就是日K线来说呢 其实你看起来涨幅很大 那实际上从周K线来说呢 才刚刚要上去而已 那这些个股来说呢 都是口袋名单 大家也都可以趁着压回的时候 多做一些留意 不过说到了存股 很多人会喜欢特别来选择是金融股了 而最近呢 有这个IFRS上入 但是还是有一些所谓的 金融定存概念股该怎么挑选呢 而在职日部分 金融股的部分要怎么观察 在这个子龙老师 好的IFRS呢 就是要上入 新智上入的情况之下呢 对于受险公司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呢 它要重新去调整它的一个体质 那大家过去说存股 存股也其实 其实也没有什么说 特别的一个大道理啦 它跟存钱是一样的嘛 你把钱存起来 那就是存钱啊 你把股票存起来 那就是存股啊 是一样的 那存股方面来说的话 过去因为 这个金融股的配发 这个现金股离是比较高 殖利率比较高 所以呢 它的报酬呢 是比放定存还要来得高一些 那因为它的股价的波动 金融股的波动来说呢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一般是成为 这个大家存股的标的 可是现在真的要 做一个观念上面的转变了 与其再去做这个金融股的存股 那我想呢 你可能会有别的投资标的 可以来做一个 这个另外的选择 那我们看国泰金 国泰金这档个股来说呢 在8月15号公开释出讯息 就是要办现金增资 那现金增资的发行价格 占定新台币27到41块钱的位置 那国泰金它现在的价格来说 收在39.75块钱 那大约呢 就是在这个发行价格之内 那这里呢 就是可能之前就是卖旧股 然后呢 这个去买新股 那我们看2882的国泰金 它的K线图 我想它应该是修正了一大段 各位 这样子要存股吗 我是建议大家真的就是 稍微再观望一点 就是以这个比较保守 来看待金融股 那我们在2881的富邦金 这也是受险占比重比较高的 我也是请大家呢 对于富邦金也稍微保守看待 2885的元大金 也是稍微做一个保守看待的 那其他的另外一张表格里面呢 有一个现金殖利率 比较高的这个表格里面 那这个表格里面呢 大概有两档算是不错的 一个是2849的安泰银 因为呢 它的这个殖利率来说是比较高的 这个6%多 那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赵丰金 2886的赵丰金是5.47% 所以这两档个股来说呢 你如果真的要存股的话 我想这应该是前面一两名的 这个选择的标的 那其他的这个金融股来说 我是觉得说 你放在那边的话呢 其实就怎么讲 你去买金融股 那你不如买那个台湾50 然后其中里面的成分股之一 我想报酬率来说呢 应该会比这些金融股 都还要来的 具有效果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5G概念股部分 还有请老师 代表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关盘重点 好的 在5G概念股这一块来说 那我们看 这个联发科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之前联发科 我就说 它是这个多角化的劈腿组 那么它现在呢 因为开始切近5G 各位我讲这个5G的部分 它的内部的代号来说 5G的手机晶片 MP6885 那这一档个股来说 也是值得投资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呢 其他的选择标的来说 就是最后一张 各位请看一下 这里有类比科跟创意 这也是值得大家 逢回的时候 4G再来进场的 以上 好 感谢老师带来的观察跟解析 也祝大家投资都顺利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by bwd6